另外看到台中一名癌磨患者一直食欲不振 最近才反常的告诉姐姐想喝特定品牌的苹果汁 但因为台中两家店都没有货 姐姐是着急的只好在PTT上面颇文求助 愿意付出千元来购买 引来了湘民热烈回应 一个下午就三组热心民众送来苹果汁 其中还有人是特地从戏纸开车送下来 要协助代收的药具业者大赞 好有爱心真的超热血 黑男子手里拿着苹果汁走进药局 点了钥匙一看没多问 由默契的直接收下 过了30分钟又民众同样拿着苹果汁上门 这回是一位爸爸牵小孩来送苹果汁 算是面交也是在做爱心 他们会这么做 全是因为PTT上的这篇po文 这是一篇心疼挨墨弟弟的姐姐发文 内文写下弟弟因为挨墨已经出现临终迹象 好几天没进食了 突然想喝美式卖场的苹果汁 但台中两家分店都没货了 征求湘民割爱 po文一出引来网友热烈回应 纷纷表示愿意帮忙 但是一个下午全台北中南秀三组热心民众送来苹果汁 其中还有人开了两小时160公里的路程 从台北戏纸特地将苹果汁送来台中 真的很感动 疫情大家就没有办法说很靠近 但是大家心还是都在一起的 换年所有的资源 然后一关接过一关 然后你看这样他们的 从姐姐发文到结束 好像才三四个小时 就把这件事情都完成 这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完成任务 然后就离开了 网友热血帮忙 让协助代售的药局人员好感动 而收下来的三瓶苹果汁 也由医院护理师帮忙转交到家屋手上 疫情期间大家待在家也不忘做爱心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不就是人吗 接下来我们下午节目 台中唱的